有人说我不想知道是怎么来的,就想知道是怎么没的 我就不告诉你,你什么都没做 事是通过人挤的作用产生的结果 也是临人而起 虽然说这个事有一个大概的定数 你都做了,问心无愧了 自然会产生那样的结果,自然天助自助 你什么都不做,就等着,想 那你就等着 道不见麦,法不清传,那所穿非人自然不行 意为君子谋,我不为小人谋 你有没有像古人一样,隔离预防 要预防,你不能到最后再救治 你什么东西都应急救火,到处救火 你到最后了,那事就越来越大了,就没法挽救 等 你用这个疫苗,古人也有 这些 那你接种西方呢,又是怎么怎么样 什么是疫苗,就是把这个毒放你这里 这个小的,在你这里,让你身体自我疗愈 那西方这一套,它不也是通过人体起作用呢 那是人体自我最好的调节 我们不断的讲,不断的教你 就是这一套 自然,征绩在内,岂不可感 黄帝内经说 而且你有没有向它振灾 振纪啊 救治百姓 没有 有没有安抚啊 没有 什么父母官 你是自己的官 你有没有学领袖 北京弄得很好 就是每一个人一个 比瘟疫相当 那非要有习义 习义是赚钱的 查来查去 那通过你 这个治疗才行 你查那些都要收尾 给人折腾都不行 人心慌慌 精神的力量 首先第一性 意识第一性都没了 那个最重要 中医便宜 中草要便宜 真自己会更不花钱 爱调就那么一个 导引什么都是通过自我 都不需要 妄于衰于 病于死于 这个最后灭于清明 清明这15天之内 就结束 为什么掌于 大学 因为这个时候 阴气最重 你该收的没收 该藏的没藏 你像现在人什么都乱 那 有人说不对呀 这是好几年了 那还有一套60年庚子说 灾难 60年前 60年大饥荒 三年 然后再60年 新手条约 海虎联军 在60年 压平战争 现在更使人祸 更多 那天灾惩罚的更厉害 你看美国为什么灾难那么多 为什么日本 他们想投过来 毒 结果他们自己犯了 一个地方 你做的不好 就要惩罚你这个地方 就有自然灾难 现在人什么都不懂 不学无数 万自尊大 这几节比较重要 希望我们点赞评论 收藏转发